三重区光荣国小在改建的时候 各项的规划都相当的用心 其中全新的图书馆更是有许多贴心的设计 包括像是阶梯式阅读区 增设的矮柜以及两大教学区 不但方便孩子看书 老师教学使用也很便利 走进光荣国小的图书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相当宽敞又独特的阶梯式阅读区 小朋友来到这里可以或坐或躺的看书 连当住市长侯友宜参访也赞誉有加 这个阶梯式的阅读区 其实是for第一年级小朋友 阅读的时候我们希望小朋友是轻松 舒适而又自在 所以这个阶梯它可以或坐或卧 两三个小朋友围在一起同时看一本书 小朋友可以在这个阶梯空间里面 一起来翻阅来交流来阅读 一般图书馆为了容纳更多的书籍 通常都会摆设许多高度较高的书柜 但是光荣国小则特别增设了许多矮柜 方便低年级的小朋友拿取书籍 大人比如说教师的阅读的书呢 都会放在比较高的高柜 那给小朋友方便阅读取用的 他们喜爱的图书都会放在比较矮的柜子 那所以呢也利用这个矮柜跟高柜的高低差呢 让这个空间视野不会受到阻挡 那小朋友进到这个图书馆来 他就几乎可以一目了然 学校希望图书馆除了有借阅书籍的功能 也能成为老师教学的场地之一 因此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特别规划了两个教学区 都设有大屏方便老师使用 在设计的时候就设想了两个教学区 那这两个教学区都有触控式的大屏的荧幕 可以让老师呢来进行教学 那应该说左边这一区呢 是中高年级的阅读教学区 那右边这一区呢 就是低年级的阅读教学区 有两个区块来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来进行阅读教育 靠折窗台的长桌上 则摆放了好几台的电脑 无论学生想要查找资料 或是想要阅览电子书 都可以在这里使用 网内每一个贴心的设计 都体现了校方的用心 记者高新峰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